小哑巴的瓜来了,这期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开局王诈,却偏偏坐经附体,最后被封杀后败入黑土门下的故事,出社港圈,不同于那些出生在大富大贵之家,最后能靠着撒银两出道的女头牌,小哑巴的出身哪怕是放在圈外,那也是名门归秀级别的,不仅父母都是高学时搞学术的才子,就连家族的亲戚们也都在各自的领域中有着极高的成就, 尤其是小哑巴的舅舅,更是银两领域的大师,虽说这与小哑巴日后在渔圈的发展没多大关系,但对她的生活和择偶,却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有舅舅在,加上家里从小也是衣食无忧,所以小哑巴年纪轻轻就攒了不少钱,更是在18岁后就经常有舅舅,父母带着出席各种名流活动,大学时就已经是家乡魔都一代小有名气的名媛了, 不仅身上有后天培养出来的大家闺秀的气质,颜值相貌也是一等一的好,所以很快,小哑巴就有了心探主动找上门来求合作了, 一开始,小哑巴也只是把这些当成一项外快来源,拍一些广告,偶尔再接一些封面当屏幕, 但是,是尖子总要发光的,就是靠着那几个广告,封面,小哑巴居然就被不少大岛看中了,不仅随后就出演了首部校园偶像剧里面的反派, 紧接着更是接到了港圈大岛喜剧大师的橄榄枝,要知道,当时可正是喜剧大师的事业巅峰期, 换做普通人,面对这样的机遇怕是挤破头也要去参演了,小哑巴虽然也很珍惜这个机会, 但最后却产生了犹豫,因为家里的父母虽然同意她进鱼卷,但却并不希望她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发展, 尤其是父母还听说了不少喜剧大师的风流史,更是担心女儿会被规则审马的, 最终,还是喜剧大师再三保证绝不会安排陪局奉献,这才说服了小哑巴一家, 得到了保证后,小哑巴跟喜剧大师签了正式合同,便顺利进组了, 虽说小哑巴的镜头,戏分并不多,但她清纯的角色还是让她在上映后就大红大紫成了堪比大花的新人头牌, 喜剧大师想着,既然小哑巴的家教这么严格,那就继续按照角色给她打造人设, 让她专注地走清纯玉女这条路好了,为此,喜剧大师还找专人给她详细制定了一个规划表, 里面戏画到拍照都不能拍太暴露的程度,然而,让小哑巴的父母都没想到的是, 在所有人都为小哑巴规划好了清纯路线的时候,最后居然是小哑巴自己打破了桎梏。